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闪耀米兰时装周 全球粉丝疯狂追捧 东方魅力征服国际舞台 肖战惊艳亮相米兰时装周 全球粉丝疯狂追捧 近日肖战的身影在米兰时装周上闪耀登场 引发了全球粉丝的疯狂追捧和热烈应援 他的风采和魅力在街头照片中一览无余 仿佛将整个米兰城都点亮了 除了国内粉丝的热情支持外 更有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地的粉丝特地飞往米兰 只为亲眼目睹他的风采 这足以证明他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之大 肖战亮相米兰时装周 展现东方魅力 肖战以一身时尚装扮亮相米兰时装周 展现出了东方人的独特魅力 吸引了无数目光 他不仅受邀参加了Gucci和TO的两大奢侈品牌的高规格活动 更成为了时装周上的焦点人物 他独特的魅力和无可比拟的时尚品味使他成为了行走的荷尔蒙 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初春的季节里 他与潮流同行 为粉丝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全球粉丝齐聚米兰 为肖战疯狂应援 偶像的魅力无人能挡 肖战的粉丝们为了追星纷纷行动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肖战粉丝 纷纷涌向米兰 为偶像加油助威 他们为肖战准备了各种应援物品和惊喜 展现出了粉丝们对他的深深喜爱和支持 肖战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 从东方巨星蜕变为国际巨星 忙碌的肖战 两场时装秀连轴转 肖战在米兰时装周上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不仅要参加下午4点30分的TODS2024秋冬系列时装秀 还要在晚上10点亮相骨持2024秋冬女装秀 尽管时间安排紧凑 但肖战依然展现出了出色的状态和专业的精神 为粉丝们带来了两场精彩的时装秀表演 他的努力和付出也得到了粉丝们的认可和赞赏 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 继续为时尚界和演艺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总的来说 肖战在米兰时装周上的亮相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时尚之旅 他以独特的魅力和专业的表现赢得了 全球粉丝的疯狂追捧和热烈应援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国际时尚界的地位 相信未来 肖战将继续以他的才华和魅力征服更多人的心 成为时尚界的璀璨明星 肖战米兰时装周经验亮相 全球代言人身份引爆潮流圈 近日 备受瞩目的中国演员肖 站在2024年米兰时装周上经验亮相 成为全球知名品牌TOS和Preda的代言人 引发了全球时尚圈和粉丝们的狂热追捧 作为TOS的全球代言人 肖战在品牌2024秋冬系列时装秀上备受瞩目 他不仅享受到了专车护送的待遇 还以压轴嘉宾的身份亮相 身穿的衣服套装更是品牌为公开发布的超级新款 足以见的品牌在肖战身上的重视程度 在米兰时装周期间 肖战的人气和影响力更是跨越了国界 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们纷纷赶来为他应援 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而在社交媒体上 肖战的相关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时尚的魅力 除了TOS 肖战还亮相了Preda的秀场 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时尚品位和影响力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和时尚偶像 肖战在时尚圈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他的亮相不仅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和关注 也为中国时尚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此次肖战在米兰时装周的经验亮相 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时尚魅力和影响力 更为中国时尚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荣誉和尊重 相信在未来 肖战将继续以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为中国时尚界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肖战米兰看秀登市区第一 这个影响力去哪家高奢待遇都不会差 肖战昨天参加了Gucci和TODS的两场看秀 期间多次登上市区及多国海外趋势 微博热搜 星光影响力堪称内于当下翘楚 作为顶流大明星 肖战身兼多家奢牌代言人也是在所难免 时装周便也免不了一天赶两场 有的网友可能会疑惑认为一个艺人代言两家高奢存在竞品 但是当这个艺人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达到了一个巨大的高度 比如说即使代言多家效果也比那些代言一家的更好 那么品牌方是原因包容并且优待的 肖战参加Gucci和TODS的两场看秀那场都是坐在CEO旁边位置 可见都是总部直签并且非常认可 而且肖战去看秀之后 TODS还在外网上给肖战去看Gucci Show的帖子点赞 Gucci的保镖也会陪着肖战看TODS的秀 非常和睦啦 肖战在时尚圈的国际地位体现在 2023年和2024年两年的米兰时装 Joel Gucicchi有变化 看秀的其他艺人也有变化 但是肖战是不变的 去年坐在当时CEO旁边 今年是新CEO让弗朗索瓦 帕吕斯·Jean-François Palace旁边 顶级星光和顶级时尚地位 带给他的底气就是这么强大 对此粉丝鼓励表示 说明大家努力当上CEO 就可以有机会坐肖战身边了 Gucci对肖战也是诚意满满 愿意放弃巨额的粉丝 追逐同款销售额 也要给肖战机场穿位发布款 肖战在国内参加活动 也会给他赠送定制衣服 肖战在TODS时装周秀场待遇 也是极好的 依旧是坐在品牌创始人 兼CODA Godelavo身边 和他临近的是时尚女魔头Vogue 主编Anna Wintour 好莱坞女演员 Jessica Alba 英国老牌资深时尚评论人 Zozy Monks 秀场视频直拍的已有Vogue L 家人Marie Claire Basha Basauer 费加罗Figuro El Official Mint 很多艺人明星时尚圈人士也在社交平台分享和肖战的照片 高奢给肖战的待遇确实是很亮眼 很多网友觉得中国明星在时装周待遇比不过韩瑜明星 但是肖战这里被韩瑜比下去那是不存在的 其实高奢不是高冷 只要这个明星的星光影响力商业价值足够优秀高奢也会捧着的 比如说肖战去看秀能登上世界趋势第一 这个国际知名度影响力当下内遇有几个能达到呢 而且肖战还是没有海外练习生营业基础的内遇艺人 再加上商业价值 他当然足够总部给到极好的待遇 其实他这个咖位去其他品牌待遇也会很好 奢牌爱星光 谁最红谁待遇好其实很正常吧 你怎么看待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